中秋月園人團圓 由於池鄉夫女會所主辦的 人暖心暖中秋節送暖社區關懷活動 日前在陸高社區活動中心盛大舉行 夫女會理事長蔡白雲表示 今天的活動主要是讓姐妹動起來 讓姐妹們學習做月餅的過程 我們今天的外棟就是 沾對著我們中秋節 人暖心暖中秋送暖 我們做這個外棟最主要讓姐妹動起來 他相信你 把做好的月餅 我們送給我們的邊緣外 讓他們感受到我們中秋 這個氣氛 這個溫暖 讓老家人感覺高興 也讓姐妹們學習做月餅的過程 這個過程真的一個月餅 做起來十幾道的功夫好辛苦 他們都永遠的參加 謝謝他們這樣子 而這次做月餅的活動 不但讓姐妹們學習做月餅之外 也將完成的月餅送給弱勢族群 希望讓他們瞭解社會上 還是有許多善心人士關心他們 我們彼此鄉的福利會 在我們蔡白雲理事長的領導之下 來這裡做中秋月餅 人暖心暖 所有做的這些產品都自己 我們這些福利街 自己這樣 新興設計 做的產品 就是要送給我們彼此鄉 鄉內的一些弱勢的團體 或者單親的家庭 或者老人家 藉著這一次的活動 讓他們需要關懷的 覺得我們社會 確實有很多有愛心的人 經常在關心的他們 憲議員謝民謀表示 這次的活動 辦理在陸高社區活動中心 憲議員非常感謝陸高社區發展 協會理事長提供場地 讓姐妹們可以在這裡製作月餅 護理會在這個工作的場地 是我們一直像陸高社區的活動中心 也就是我們理事長他提供的一個場所 那他非常的熱心 不但提供場所 他們社區的人員也加入 所以我們陸高社區 今天免費提供場地 而且我們這個社區 確實值得我們各界來學習 中秋佳節將近 許多弱勢團體 都沒辦法吃到美味的月餅 非常感謝于池鄉夫女會 這次辦理人暖心暖 中秋節鬆暖社區關懷的活動 不但可以凝聚社區的相信力 更能幫助更多的弱勢團體 記者邱品毅 魚池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